南瓜千万不能和它一起吃,要不然就是在吃毒!后果太严重了!一定要知道! 南瓜千万不要跟下面的东西搭住吃,这样可是吃了对身体有很大的伤害。 南瓜的营养价值南瓜成熟度不同,营养成分也略有差异。 老!南瓜的碳水化合物含量远高于嫩南瓜、胡萝卜素、钙、钾、磷和膳食纤维的含量也更高。 老南瓜吃起来口感又面又甜,适于当粮食。 嫩南瓜的特点是水分大,维生素C含量高,口感脆嫩,更适于炒菜,糖尿病患者应优先选择嫩南瓜。 嫩南瓜则可切片,荤、素炒时,还可做汤、做馅。 南瓜山芋粥,把老南瓜,山芋切成丁,精米糯米各半,红枣若干,加适量水煮粥,非常适宜中老年人,补充益气。 南瓜的营养价格很高,然而在吃南瓜的时候需要注意的是与它相克的食物。 在这里为大家总结一下南瓜不能和什么一起吃。快来一起看看吧。 南瓜 南瓜含丰富维生素C分解酶,会破坏菠菜中的维生素C,同时自身营养价值也会降低。 南瓜 南瓜不能和什么搭配吃。 南瓜不能和什么搭配吃。 南瓜 南瓜 南瓜含丰富维生素C分解酶,会破坏蔬菜水果中的维生素C,同时自身营养价值也会降低。 南瓜 富含维生素C的菜有菠菜,油菜,西红柿,圆辣椒,小白菜,花菜等。 P.S. 虽然吃了并没什么坏处 可一起吃难免浪费了南瓜 蔬菜 水果 2.南瓜 红薯皆属抑制器食物 如果不煮熟便食用会引起腹胀 若二者同时 更会导致肠胃气胀 腹痛 吐酸水等 3.南瓜 羊肉 这两种食物都是热性之物 一起吃可能会导致腹胀 便秘 4.南瓜 虾 虾肉中含有多种微量元素 与南瓜同时食用 能与其中的果胶反应 生成难以消化吸收的物质 导致腻剂 可以用黑豆 干草解毒 综上所述 吃南瓜一定要注意以上这些禁忌事项 不可加红薯 不可加富含VC的蔬菜水果 不可加羊肉虾等等 这样才能吃得健康 吃得美味哦 喜欢这篇文章吗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 南瓜千万不要跟下面的东西搭住吃 这样可是吃了对身体有很大的伤害 南瓜的营养价值 南瓜成熟度不同 营养成分也略有差异 老 南瓜的碳水化合物含量远高于嫩南瓜 胡萝卜素 钙 钾 磷和膳食纤维的含量也更高 老 老南瓜吃起来口感又面又甜 适于当粮食 嫩南瓜的特点是水分大 维生素C含量高 口感脆嫩 更适于炒菜 糖尿病患者应优先选择嫩南瓜 嫩南瓜则可切片 昏 素炒时 还可做汤 做馅 南瓜山芋粥 把老南瓜 山芋切成丁 精米糯米各半 红枣若干 加适量水煮粥 非常适宜中老年人 不忠义气 南瓜的营养 南瓜的营养价值很高 然而在吃南瓜的时候需要注意的是与它相克的食物 在这里为大家总结一下南瓜不能和什么一起吃 快来一起看看吧 南瓜 南瓜含丰富维生素C分解酶 会破坏菠菜中的维生素C 同时自身营养价值也会降低 南瓜 南瓜不能和什么搭配吃 南瓜不能和什么搭配吃 南瓜不能和什么搭配水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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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瓜含丰富维生素C分解酶 会破坏蔬菜水果中的维生素C 同时自身营养价值也会降低 南瓜 富含维生素C的菜有菠菜 油菜 西红柿 圆辣椒 小白菜 花菜等 P.S. 虽然吃了并没什么坏处 可一起吃难免浪费了南瓜 蔬菜 水果 南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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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红薯皆属抑制器食物 如果不煮熟便食用会引起腹胀 若二者同时 更会导致肠胃气胀 腹痛 吐酸水等 南瓜 南瓜 羊肉 南瓜 羊肉 南瓜 羊肉 下姜肉 牺密 黄瓜 EV7 虾 虾肉中含有多种微量元素,与南瓜同时食用,能与其中的果胶反应,生成难以消化吸收的物质,导致粒剂。 可以用黑豆、干草解毒。 综上所述,吃南瓜一定要注意以上这些禁忌事项,不可加红薯,不可加富含VC的蔬菜水果,不可加羊肉虾等等,这样才能吃得健康,吃得美味哦。 喜欢这篇文章吗?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。 请慢 显示作人